被稱為交通大動漫的日本東海道新幹線 金船可能成為助長麻疹疫情的幫凶 因為一名感染麻疹的四十多歲女性 在不知情的狀況下 搭乘新幹線往返新大阪和東京之間 兩趟車程早已接觸了不知多少人 接觸麻疹病毒後 前夫妻長達七到十八天 患病女性在六號開始發燒 一直到十二號到醫院檢查 才發現自己原來得的是麻疹 由於麻疹透過空氣傳染 傳染力比流感強了十倍 不只是新幹線 各種公共場所都有傳染風險 和歌山市最新的三個病例中 其中一人就曾到該商場購物 此外大阪市區還有七名百貨公司員工確診 據統計今年到這個月三號為止 全日本已確診一百四十八人 尤其大阪染病人數超过去年一整年的三倍 相關單位趕緊呼籲接種疫苗 並要求民眾要是有類似症狀藥 儘快就醫以免疫情持續失控 三日新聞的RUNY報導